好 各位观众 廉价第三天 北返车潮涌现 尤其国道5号北向目前回堵相当严重 透过画面带你们来看现场最新情况 雪岁前回堵长度已经超过8公里 宜兰到头城路段 其实路况已经子爆时速不到20公里 其实不只国道上面很塞 要上国道之前也得排队 翼郊已经在路口排起脚椎指挥交通 就连市区内也开始堵车了 郊西市区道路车辆也是走走停停 预计整个交通拥塞的状况会持续到晚上 国5塞车的情况也会持续到深夜的12点 行车时间可能达到平常的7倍左右 建议驾驶可以改走替代道路台走线 或是选择明天早上早一点出发 避免塞在车阵当中 以上是现场的情况 稍后最新消息将带您持续掌握 主播